大家好,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6点钟新闻报导节目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澳洲红仔饼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震的好啊 有色蓝波罗仔聊聊天,易得台仰 大家好,马来尚大马sir马来近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征香煲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打响头炮第一宗新闻 今早我们的梦向新闻早晨节目时段已经说了 就是关于今年民阵的七一游行 似乎我们不想再搞了 今个下午,非常多的媒体马上向民阵与业 致时的召集人钟重辉 问一下究竟怎么看呢,见不见呢 挺有趣的,她说他们现在 剩余的民阵成员团体里面 早前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 这么有趣的 而我不知钟重辉是谁,老许不好意思 是,如果震BC是香港政坛活字典 都不认识她,这个人真是好打有闲 不过她也曾经叫做两岛出任过民阵的召集人 可能名气方面和做的事方面 比较低调的一只 没有岑子杰那些出位 因为岑子杰只是带过空围 已经吓到街坊了,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刚才所说的非正式的会议 那这个非正式会议的决定 究竟是否一个正式的决定呢 都相当好笑 这个真的好笑,你说得对我 即是非正式会议的正式决定 所以今早我们在 芒向的香港早晨 台阳觉得 他们到时会不会弹弓手 我们都真的要留一手 也都怕他们会有人加一脚 那就麻煩了 那他有些什么要说呢 他说 加上早前警方在指控他们民阵 是一个没有注册的社团 喂不是指控啊 大哥,这是事实 哈哈 这个瘋了 他说很难再用民阵 这个臭名远播的名字 再举办任何活动 所以今年就不会再以民阵的申请 去搞七一游行 那似乎有机会 台阳的假设 可能有些隐忧 会不会有另一些团体呢 抢僵到时 抢之旗回来搞七一呢 会不会是职工盟啊 支联会啊 那会不会呢 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的啊 新民主女神 香港民主女神 周幸彤 会不会发行之旗 立刻执之旗来搞呢 到时他不是叫香港 那种民主女神啊 可能叫香港花木兰 可以吗 这么夸张 对啊 代父从军那些 代岑梓杰 出征 可以的 其实 但是 就是 我只是说一个 我听那些黄人说的 不代表我的立场 但是那些黄人说 那些黄人说 那样子就 那不是我的立场 就说明了 那样子好像就 有点点 比较难 去号召那些人出来 就是 老康你明白的 我明白 我明白 周庭又要休息一下 都很难啊 不要紧 不要紧 又为征结婚 是吧 又为征结婚 冲起一下 现在只剩周幸彤 不要紧 穿起一套盔甲 穿起了装备 黑蚊蚊看不出什么分别的了 那继续说回 他说 不过仍然都会继续发声的 用一个合法的形式 继续表达 对政府的不媚 喂 神祖这样就好了 懂得这些声音 说合法 他说 相信大家会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这句话 我都听过一个人说 少年A跟我说 他说 那个笨儿B仔 有这样说的 他说 有些家属那些先人 对于生前的事 念念不忘 晚上就会有一些回响 哇 这句话很可怕 云野 是啊 回云那只 不想不下 不知道自己原来走了 那些 你们走了 你们的时代 是吧 社运新时代 会不会成为了一个 社运年 以前也说 他会不会撕之旗 一看个势 可能想抢一抢姜 现在七一之旗 扔了出来 那谁去抢呢 这些人去抢的话 一定会互相咬 咬 社运年 现在说 希望七一当日 虽然没有游行 不同的民间团体 仍然可以用一个叫 街站的方式 去表达 要求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诉求 走开 释放政治犯 街站就是籌款 没错 没错 籌款商继续摆出来 为什麽叫他走开呢 周庭 坐完放出来 释放政治犯 是释放 坐完监就放咯 是吧 坐完 释放了 瓜葱 释放了 坐完 还可以赞他 松辉哥也有透露少少这个非正式的会议 他说这个非正式会议上 成员团体都没有讨论 究竟是否要求解散民阵 只是暂停运作 民阵还未解体 阿哥 一来开会说一下 搞不搞七一 为什么要扯到另一个话题 就说 咦 你们什麽时候解散 等于是这样 你去喝的时候 咦 你们没有想过离婚的 不会这样问型 兜巴掺过去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有意思 而且就好像那些人说 喂 你儿子出生 什麽时候买柳州木 可能 那麽就是扭打了 是不是 我叫你来开非正式的会议 你只能问我什麽时候解散 不会这样问人 跟着这个 松辉哥就继续说 咦 是不是听了社长的说法 他说 哎呀 我们民阵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给不同的民间团体表达意见 认为 即使日后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 团体之间仍然能够互相联系 可以继续发声 当然了 我们都不舍得民阵这个平台 但是呢 由于 迫于无奈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始终 都有这个终结的时候了 间接去说 其实民阵已经得了个名字 已经没有了 入土为安 那种 现在这样说法 是 我想起张学友的首歌 叫日出时让戀爱终结 那现在呢 是不是七一时让民阵终结 应该是了 虽然呢 没有了民阵牵头 但是今年呢 想在七一有个主题 就叫做释放所有政治犯 嗯 我想加多个字 释放屁多一点啊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臭屁 是的 那基本上都知道的 小到好像真BC的BB那样小的 都能够懂得放屁的了 基本上 那现在呢 在这里 社长所说的 死与弹 都说什么 即使政府 他们杀得死我们民阵这个联盟 但是不能够 将我们整个公民社会 将我们这么多人的意见消失 没有说过不给你们的意见 你们可以继续说你的意见 甚至乎那些拘押所里面 监狱里面 的人呢 已经可以继续写信 是夸张到呢 他们可以 透过探监的人 嗯 讲一些资料给他们听 讲一些信息给他们听 他们回去再继续利用那个人 那个Facebook 或者社交媒体 继续发放那个人想说的信息 嗯 当时杨岳桥说 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 他们的思想是禁不住的 真的禁不住的 原来可以透过Facebook 可以化成这个肉身 好像一个会说话的一样 是呀 是呀 继续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还有一件事很搞笑 那天我们说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台湾牛肉面的老板娘 哇 我看到一个人 居然发到Facebook 是快必 然后想想 他不是在里面的吗 他在说什么 他有没有说过牛肉面好吃 没有 没有 香港人家吃 吃香 就是骂人 是呀 吃香 吃香 看一碗牛肉面 就像一双 哇 吃呀 吃得真 鬼妃说个广告 哇 嚇死人了 好了 那我们去下一个新闻 那说起这些饮食 食店 不要管去黄店 什么都好 在政府的角度来看 就没有分是不是黄店的 全部呢 食店啊 那些都是一事同仁的了 那最新呢 张建宗呢 他也都在他的网子都说了 政府呢 自4月中呢 公布了这个叫做疫苗气泡为基础呢 调整了各项的防控措施了 疫苗接种计划呢 也都全速进行 最近呢 疫苗预约和接种率呢 都不断上升了 就截止到6月19日呢 已经呢 接种了超过318万剂了 那也都报起了 我们《望向哪一支报》之前都提过的了 欧盟成员国呢 也都刚刚呢 通过了 将香港呢 纳入旅游安全地区的白名单里面 也都建议呢 逐步撤销呢 对香港的旅游限制 反映到啦 香港的疫情呢 都叫漸趋稳定的 抗疫的成果呢 都得到国际的认同 那也都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啦 现在的社交距离措施呢 就维持到6月23日 那其实都快到了 就好几天了 政府呢 现在呢 认真检视下呢 究竟是否有空间放宽呢 就尽早作出这个公布的 那大家稍等 稍安无措啦 不过呢 有少少隐忧就是 怕到时那个空间 那个放宽之后呢 这班人出来 为什么不让我们搞游行 一旦适当一个执之旗 之后呢 又在吵这一件事呢 也都是间接地的一个隐忧来的 嗯 所以我们要先先踢爆了他们这个样子 也都跟大家再说回了 这个《苹果日报》呢 有什么最新消息了 啊 这个《小道消息》说 昨天的25万份呢 的销路 跟早前 不是啊 跟早前 阿珍必思说呢 那家不知什么黄店呢 有很多种还没卖完 那个一样 吃到仔 哈哈哈哈 行张就木过木那个 是不是啊 好惨啊 那非常滞销啦 这次就麻烦啦 那个表态呢 原来就只有一天的 他们原来不是叫支持 他们支持呢 只需要是一天的 告诉政府 他们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是有动员力的 哦 不过你们留了一句 一天 是 阿布泰就是 阿布泰 阿布泰都叫好少少 好少少 多几天 是啊 哦 但是说买爆的嘛 有没有爆先 阿布泰的性质 跟苹果日报很不同的 那帮黄友 常常说 精神食粮 民主大报 还是怎样的 记住 民主食粮 这些民主精神食粮 应该严格来说 是不会吃饱你的肚子的 嗯 阿布泰你买几个椰青啊 你买到买爆它啊 你真的有得吃 是啊 有实物啊 有实物啊 有实体的 买一条泰国的毛巾 洗头水啊 饼干啊 买一包米啊 起码有碗饭吃的嘛 是啊 还没对啊 所以这些人常常说到自己 多么高尚啊 什么物质精神啊 又说不要只怪自己 喝了喝吃吃啊 喂 老实啦 平平哥一部不能吃的嘛 最多是战狗狗那些 狗鸡 对 我们那天还在讨论啊 那次台阳好像不在 我们就说 台阳的狗狗都可能 不会 不会想用啊 悲劲 那回来了 较早前 保安局就凍结了他们的 一千八百万资产了 嗯 现在就传出了啊 苹果一部方面就在说 准备呢 明天就去信保安局 就要寻求解冻 这一部分的资金 就算一千八百万不能够 全部解冻得了呢 起码都解冻一部分 那也好啊 嗯 那我们就期待呢 他们明天呢 究竟会不会处理 这个一千八百万的问题啊 暂时呢 可以叫兵方马乱 那究竟会不会借着 向保安局要求解冻这一笔钱 而可以炒起一些新闻业 可以让他们继续卖子呢 因为如果呢 那班人呢 隔了几天之后 那些疫情没有了啊 又忘记了其他东西啊 还有这个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啊 更加多人呢 到时的焦点啊 去看看 哎 究竟我来到没有啊 那笔钱 那笔钱怎么用好啊 变相呢 他们 就是《苹果一报》啦 那五大金刚的 卖小强啊 就是卖悲情啊 这些东西呢 漸漸就会被这些 欢乐的气氛呢 掩盖了 虽然他们会说 哎呀好惨啊 什么什么 没有民主啊 自由的空气啊 那样那样啊 但是呢 当他们收到这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呢 他们呢 也都是 另一方面都沙满了 啊 我都很期待啊 究竟阿布泰呢 会不会增设这些八达通机啊 或者不同的 支付宝啊 会不会呢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我不是会 嗯 会吧 这样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吧 这么有奥气 是吧 哭的啊 他当时 我一定要撑住啊 没有千元就哭了 哈哈哈哈 真是对 拿不到这五千元 真是哭了 都想打开那个袋 问你们拿钱的啦 是吧 记住啊 不要想要搞些什么套演的那些啊 这个犯法会被抓的 要先说清楚 或者呢 你听到有朋友啊 在研究一些什么方法啊 以为自己什么 道高一掌 摸高一丈 那些就不好了 那再说回 也都有一些小道消息就说了 一传媒呢 他们昨天呢 已经召开董事会啊 商量一下呢 怎样出量 因为怕没有钱出量呢 就会因为欠身 就违反这个劳工法例啦 那就越搞越麻烦了哦 现在呢 想着看有没有用一条 一条 可以向法院呢 就寻求这个批准 可以撤销有关的 冻结通知 那这个行不行呢 我们就自有分挑 究竟会不会这样做呢 如果到时申请失败啊 啊 政治打压啊 那些怎么怎么怎么 又会另一回新的风云啊 因为呢 当其中三个呢 保释回去的话呢 而大家又慢慢接受了 沙胆红啊 和另一个呢 已经进去了区压所 现在还说得到呢 邵家增很好的照顾的话呢 所有东西都安定了 黄油呢 他们也是 太阳呢 都是继续有东边升起 他们继续都是 都是遗何下歇 过回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已 或者 遲些呢 可能叫聚焦七一啦 那另外也都说了些开心的东西啦 那总商会方面呢 早前都说了啦 未来会搞一谈 幸运大抽奖 奖品呢 就总值了三千万 7月2号 就开始登记 大家要记住这些日子啦 因为相当之多 我觉得呢 这些反而适而整个日程表 是不是大马sir 是啊 要整啊 是啊 香港人登记抽奖日程表 但是当然呢 大前提呢 你要先接种疫苗 那这个就马上去搞了 因为很多不同的机构呢 都陆陆陆陆陆更新了 好像新闻党那些 也是啊 后来都有些东西更新了 好像叶太的标呢 又说什么时候才可以抽到啊 又压续啊 还是怎样的 这是一件事了 举个例子 好像新闻党那样呢 不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叶太那只标呢 太吸引了 太多人都在争取着想要抽叶太的标 撈你有没有 我有拌饭 拌饭 吃拌饭 豉油 那些是女装拌来的 可以叫做拌女 拌你有没有 一定有 就快点抽叶 二奖都很厉害啊 14k白金3卡有31粒 14k? 是啊 14k 喂 很敏感 不是啊 我读中学的时候 那些社团人士就是14的 哦 这样 会不会跟叶太之前做过保育局局长 他要振住什么k 需要多买一些 18k 14k 白金 好厉害 三奖四奖 都是这些鑽石首饰的套装 吊嘴 我没那种命 其实我没抽奖 我记得最好的一次就是抽了一盒巧克力 其他都没了 我没这种命 我好一点点 是这个电风扇 哦 冷气机也没部 够两财 冷气机也没部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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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种命啊 哎呀 真可憐 那说一下吧 我觉得呢 这个叫做总商会呢 抽奖的奖品都相当不错啊 这个呢 Benz C系列 哦 真必试那一部啊 我同时拿开那一部啊 哈哈 他就2021年版了 这个是 是 正啊 包了一年牌费 第三者保险 只是这里加上50万 三部 正不正 是 很好啊 这部啊 我看到都觉得非常帅仔 这部啊 那其他濕性的呢 他都有一些是叫做 港铁全年免费车票啦 餐饮礼券啊 这些都很多的 哇 大家准备准备啦 磨拳擦掌啊 不过呢 嗯 他们的CEO啦 梁绍基呢 讲完这些奖品之后呢 他都讲一下啦 对于 香港的经济那方面啦 他都非常担心的 如果香港呢 继续呢 都没有办法叫做开关的话呢 经济呢 很有可能 就是叫做一沉不起啦 那这个呢 都是个快乐的背后呢 大家是个隐忧来的 希望大家都是 各自各啦 都是努力啦 聘经济啊 一起抗疫聘经济呢 就很紧要 因为他都引述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IMF都估计啦 香港呢 和没有疫情的预算比较呢 已经呢 損失了 已经是六千亿的啦 讲完啦 他就说啦 那数字呢 相当之大啊 嗯 所以现在他就说啦 希望商界呢 现在就尽一分力啦 啊 还有啦 奖品呢 是没有任何负大消费条件的 那就叫大家放心去抽啦 那因为叶太那些 新闻党的标啊 钻石啊 是要他们 新闻党的成员呢 新闻之有 那麽上下啦 那才可以 去抽的 那这个有少少 席席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 抽到叶太的标呢 就要看一看 新闻党那裡有什麽 看法啦 那些略嫌不够呢 小小叫全民参与的那种感觉啦 那你会 令到更加多人呢 去刺激到啊 去打这个疫苗的 嗯 那今天的报道呢 来到最后一单新闻啦 哇 提起这个站呢 新闻报道说起呢 都真的忘记了这件事啊 红磡站啊 新月台呢 今天呢 就啟用啦 那大家转车呢 走呢 就大概三分半钟左右 那都算了 相当之快啦 啊 那社长应该还记得啦 曾经呢 有一个叫做剪钢筋的 风云风风雨雨的喔 这个站 是 我还好记得呢 社长当时也说过 现在那些城市都说 没有啊 没有什麽困扰啊 有什麽很害怕啊 有什麽困扰 专家报告都说了 说没问题 那就是我们要说清楚一件事 偷工减料 就是暖差不来呢 我们不赞成的 但是呢 当这些东西出现了的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很科学的去看 究竟这样做呢 是不是真的会有危险 就不是将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你将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很容易啊 但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 当时有一间公司 那个老板 他现在就整天出来 好像搞社运一样 他们搞社运还是做生意的 我也想问一下 两件混在一起都不行啊 工程界难很多 就是如果你那个周小龙那样就可以 但是你做工程 老实说 见到这些情况 大家都想上报的 他上报了 那已经足够了 他已经过了自己的那一关了 我相信 根本就没必要搞大件事的 是不是 如果你见到有觉得不妥的东西 你去上报 那已经尽了要尽的责任了 接着又有个专家告诉你 这样其实没问题的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那么专家就要承担出事的责任了 那么你以为那些专家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肯去承担出事的责任呢 你就自己想想 我自己就是 政府找回来的专家是信得过的 那时候我做节目都说过的 因为那时候我想我们是唯一一个台 就把那些报告下载了下来 接着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再说给大家听 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没问题的 但是当然了 大家记住 当时呢 还是有一些人呢 就说硬硬是说到他有问题为止的 大哥 你不懂就不要说到没有问题的事 说到有问题 现在香港最惨的就是有些不懂的人 他们自己说自己爱国爱港的 就乱叉不讲 明明没有问题都说到有问题 就说教政府怎么做 接着好了 政府不做就说教而不善 这些技术上的东西 有专业的人士会去处理的 嗯 就是有些人 好像那个什么 政府听了他的意见 就做了他的建议 是吧 做一条毛 因为那个人是不懂的 好像那位仁兄 李子敬 他说那个沙田的灯位的问题 我们稍后可以补充一点 因为最近 也都有一个 握了 那个位置 超过十年的司机 他说他每天都差不多会经过这个路口 除非他自己请假了 基本上都会经过 他看着这个路口的变迁 我们稍后可以补充一点 那么刚才 刚才社长说 就关于剪钢筋当年 这个叫做丑闻 那因为社长是工程界 真的是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他看的角度 跟市民有点不同 市民呢 怎样去看呢 那他说 喂 家里装修有时都会有问题 都会经常发生的 他说不觉得 要把这件事放大 市民就当是 好像平常 家里装水喉 装得不好就弄过 弄过 哪里流水就倒倒去 你装完收间屋 都要跟师傅说 喂你包我何时倒倒的 都有这样的情况 他说不用投手机器 其实市民都处之泰然 没什么特别 那好了 我们到最后讲了一点 关于沙田大冲桥的位置 有一个司机他挺好的 他应该是职业车来的 他就拿着车 他用回自己的车镜 再配上自己的旁白说 他说为什么呢 他觉得不关那个帽子灯的问题 他说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本来发生意外 冲了出去那两部车 一部黑色一部摄氏 一部白色那部 真的撞到小霸那一部 他说本来在他们正正 对面真的有一盏灯 会有那个帽子灯 如果在他们对面那盏灯 会有帽子灯 就有机会出现 他们看到绿色 而吹了出去 那盏灯 后来是已经被拆了 他说所以呢 只不过剩下 当时那个黑色车 左手边那盏灯 其实是已经改损了很多的 即是没有了那个影响 都不是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呢 你懂得开车的人呢 你就要看到那盏灯 是在平时那盏绿灯的左手边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大家发光的地方是不同的 即如果你说要遷就那些 视力不正常的司机来设计道路 那就大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一个假设的 即设计一条路 要设计呢 驾车的人呢 的视力呢 是正常的 或者是经过用眼镜去固定之后呢 是正常的视力来的 如果你的人的视力是不正常的 因为好像发鸡盲那样 即是道路是不安全的 是道路是不安全的 即是好像那个造谣西门指径那样 亂参喊呢 他这些是盲无西门来的 正常人圈啊 正常人是盲无的 他现在想将这个世界变成是 那就大L祸了 我想说 即是你现在就照盲的 都可以安全地在道路上驾驶 那你说合不合理先 你说合不合理先 很明显的 那时候有车机的嘛 我们看到的 即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视频 看到车机的 那辆白色车 是怎样跟着那辆黑色车 冲前去的 冲前去 无据得失智又连收智 是不是 他乱插进来 你要设计给他 不是吧 要拆了一盏灯 那个司机呢 他也有摆回那些资料图片 假如真的在摄氏路口的正前方 都颇远的范围 如果那个灯口都真的会见到个什么 就是灯 可能有些人 他的脚趾趾的 可能有机会会看错 都不定 所以你不要骂 说那段路 什么没有跟进 没有改善 那位司机都说了 其实十年 就是他十年车零 在那条桥里 他说已经是看着这段路 是不断有改善 不断是有改进 可以告诉你 不好意思 这个一定要说一说 其实如果拆了一盏灯 某程度上 对转左的车来说 就不合规格的 因为之前 我们也说过 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在那条 停车线上 前面 你要看到 那盏灯号是怎样的 如果其中一盏灯 在远方 在左手边拆了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不合规的 但是据我的了解 他说的拆了 应该是 他的意思是 可能在右手边 右边 没错了 近右手边 那盏灯 右手边的灯灯 不应该存在 就是右手边 背仔转左的话 其实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 这些设计 有时候都会做错的 我不是说政府百分之一百是对的 但是 他们是会修整的 因为会有人查的 不是没有人查的 这件事 如果他在右边 又弄了 转左的背仔灯 那就不对了 但是他也要有转右的背仔灯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里是有转右的 可能我就这么说 大家不是那么清楚 是比较远的前方 有机会 我们再看看 运输署 会不会跟着这位 就是蠻无止境的说 做完 做完 好了 如果运输署 怕蠻无止境的建议去做完 那香港没有运行 我想跟大家说 真的 真的 你见到这些情况 其实 是要避开的 因为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类似的情况 就是蠻无稀 那些话事的话 其实就 专业人士很多都 不会跟他玩的 就是有回到这样子的家里 有回到这样子的条件的人 就是 你这样 我不是不跟你做 那我就走开 是很正常的 其实 有些像大马sir的 广告界的情况 有些完全不懂事 那些老板 不停指着他 那这里要放大一点 那标题呢 恐龙那么大个头 那才是 那什么搞错 那不小 不懂事 什么空间感 那就是全个稿赚爆他 是不是大马sir 有时遇到这些情况 OK 照做照做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公司方面都要忍他 但是 现在呢 路面那方面 就不需要忍你了 如果你没理由 外行人 管内行人 假如 你真的被我见到 那条双白线 画长了那么多 反而会有机会出错的 就是 开开车的人就明白了 如果你没有开车 就可能不太明白 我那个道理究竟是怎么样 因为有时你画得那么长 你又要看着那盏灯 究竟我要滚多少钱出去呢 这个也是一个考虑 那好了 但是要说一说 西门子经是聪明的 他这种做法 不过他很衰格 为什么呢 他就是 说给那些没有车牌的大众听的 说到自己很有计 真的 他特意这样做的 他就是 他就是要令到 他的受众觉得他自己很有计 但是实际上 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们有机会画一幅图出来就可以了 将他所建议的东西 画齐在一条路上 如果你实地下去 你拿着车实地下去 去到那个位置 要转弯的话 转左 你一定会非常之害怕的 OK啦 我不知道 现在 我自己很简单说一句 他要求 运输处做的事情 没有一样是合理的 没有一样是合理的 要么就已经做了 譬如说 使用安全带那些 一向都有做宣传的 你拿着车牌就告诉你 你要戴安全带 你拿着车牌 那些人就应该知道 怎样看那些灯号 不要乱叉你 这个很明显是驾驶态度的问题 而这个西门京 他就乱叉你 这些人是乱叉你 这些人是 有机会我们再可以折叉他 想听的网友记住留言 好 那今节 我们六点钟新闻报道 暂时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